新冠疫情之下百費待舉 消費和就業市場都十分蕭條 為了彌補消費稅漏洞 邱斯敦市議會將提高地稅 請看詳細報導 邱斯敦市議會已在五年內第四次投票通過擬降低稅率 然而當地的房屋和企業主卷每年都支付比去年更多的款項 因為他們的財產被評估為更高的價值 根據一項估計一般房主每年的地稅將增加41美元 在疫情造成的經濟困難之下 許多納稅人都請求市議會不要提高地稅 否則將對房東、租客、商家、業主都產生衝擊 位於邱斯敦市中心一名企業主威廉史密斯表示 看到我們的城市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期 卻要增加稅收賬單 真是直接了當 這真不是時候 也是我們不樂見的消息 但是由於疫情期間消費減少 營業稅收和各項收入都明顯下降 市府必須填補3000萬美元的預算缺口 市長特納表示 為了防止服務減少和裁員 休斯頓人支付的物業稅帳單項目 將無可避免的增加 請倒閉嘯 請倒閉嘴 請解除 и